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我现在是在纽约长岛 向大家同报一下今天美国的情况 今天是个阴天 现在的温度还挺低的 看天气预报是18度 但是我现在坐在外面挺冷 穿了一件挺厚的长袖 但是感觉到很凉 今年感觉纽约的天气 就是有点不太正常 今天都已经6月1号了 这个温度感觉比去年要凉 要冷还是 前两天已经明显的感觉到 夏天的这个温度了 今天又突然降温 挺冷的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新冠疫情 截至2020年6月1号 下午1点20 全美确诊人数1836443例 死亡106,095人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则消息 纽约市长女儿被捕 白思豪,她说她是和平抗议 为她骄傲 执法人员爆料 纽纽约市长白思豪25岁的女儿 奇亚拉30号晚间参加示威活动时 因涉嫌阻拦交通 且拒绝离开而被警方逮捕 根据纽约邮报报道 奇亚拉在12街交百老汇附近 参加示威活动 并于10点半左右被警方拘留 示威活动也被警方定为非法集会 在遭到逮捕后 她并未告诉警方 自己是市长的女儿 不过向警方提供了归息员作为住址 这个是市长的官邸 消息人士还称 奇亚拉参加活动的集会是一个热点 当晚曾有数以千计的抗议者 抗议者大喊大叫乱扔东西 警车也被烧毁 在奇亚拉被捕的一个小时后 白思豪还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 呼吁和平示威者回家 表示感激并尊重所有的和平示威者 他们的声音已经被听到 纽约也将迎来改变 但现在却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这样我们才可以一同前进 纽约市警警佐工会 6月1号在推特上公布了 奇亚拉的逮捕记录 并表示 当市长女儿便是无政府主义反抗者的一员时 市警又怎能保护这座城市的安全 现在我们知道了 为什么白思豪会禁止动员奇警 不过由于工会公布的逮捕资料上 暴露了奇亚拉的个人信息 根据推特隐私权的规定 推特已将报告筛除 市长白思豪6月1号早上 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 女儿被捕一事 令她与妻子都改到意外 直到媒体联络她的办公室人员 她才知道她被警方逮捕 白思豪还说 女儿是和平示威 尊重她并为她改道骄傲 我深爱我的女儿 她相信有很多事需要改变 她非常在意这些事 所以才决定上街行动 目前她正在市长官邸 归西园进行隔离 这个天气实在是太冷了 我要去穿一件外套 稍等一会儿 这个变态的天气 都6月份了还那么冷 好 我们再看下一则消息 一些警察和示威者 一起游行并跪下 在紧张的抗议周末 创造了不一样的景象 上周末 抗议者和警察之间 发生了激烈的交锋 随着当局加大力度 来制止全国性抗议 在全国各地的暴力冲突中 使用橡皮子弹 胡椒粉和催泪瓦斯 但是有一些警察 采取了不同的行动 营造了完全不同的 另一幅景象 从纽约到德州的德梅英 再到华盛顿的斯伯坎 执法人员 有些是身穿防暴服的警察 与示威者跪下并声援他们 近年来该行为已成为和平抗议活动的代名词 此前足球运动员柯林卡皮尼克 跪下来抗议警察 对非武装黑人公民的残暴行为 在Facebook上广为流传的视频 拍到在纽约两个身穿制服的人 加入了皇后区跪着的人群 谢谢 人群欢呼雀跃 当人群开始高喊被杀的黑人 弗洛伊德的名字时 警员们仍然保持着跪的动作 又开始捡草了 我刚才已经又等了他半天了 消停一会儿 现在又开始了 在德格克斯州的德梅英市 在警察路障后面跪下时 爱尔华州首都也爆出了欢呼声 两个人为聚集人群安全祈祷 我只能大声一点了 太讨厌了 警察在华盛顿东部斯波坎市 法院大楼外拍到 他们在抗议者的呼声中跪下 而不是将他们推回去 从华盛顿拉菲特广场到曼阿密 再到加利福尼亚 圣克鲁斯的警察都声援了该行动 拍摄了跪在皇后区警察视频的阿利亚 告诉CNN 行动还不够 他说那非常好 这是一个好的兆头 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行动 顺应抗议者的要求 也有一些地方的警员遭到了谴责 在华盛顿市 一名黑人警员跪下 但被他的上司从人群中拉下 然后回到战前的队伍中 阻止示威游行 在灭西根州 一名警长摘下了头盔 将警棍扔到一边 加入游行队伍与抗议者一起游行 在亚特兰大 警察局长因加入抗议者人群 伸出他的手并询问 他们的担忧而赢得称赞 警察局长埃里克对记者说 人们很沮丧 他们很生气 很害怕 我明白了 他们想被听到 这些场面与警察在其他情况下 无视示威者的诉求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边完了 然后这边又开始了 好吧我们继续吧 纽约唐人街商铺被砸 碎玻璃满地 明州非议致死案 示威活动在纽约不断升级 大范围的示威活动 仅三天内就演变成了暴动砸抢 在曼哈顿唐人街 5月31号晚至6月1号凌晨 暴动再次发生 遭到砸毁 抢掠的店面 均为药房 烟店及首饰店 处方药片洒落街上 随处可见 多名店主一早前来收拾 被毁店铺 他们通过监控录像发现 暴动者目的明确地开车前来 在长达十几分钟的时间里 边喝红牛边搬店内货物 神情坦然自若 而这期间 执勤警员就在一旁观看 却什么都没做 除了砸毁的店铺 还分别发生了枪击案及抢劫 而唐人街也并不是暴动者的主要目标 同时记者发现 在曼哈顿的其他地方 也有很多商店遭到破坏 又飞机飞过 好我们再看下一代消息 纽约时报 白宫被包围时 特朗普被带到白宫地下堡垒 非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 引发全美至少30个城市暴动 白宫29号也遭到数百名抗议民众包围 抗议民众咒骂美国总统特朗普 甚至朝白宫扔砖头和贫灌 纽约时报报道 特勤局一度将特朗普转移到 过去用来躲避恐怖攻击的白宫地下堡垒 目前尚不清楚特勤局将特朗普转移到地下堡垒的真正原因 白宫发言人迪尔拒绝回应 表示白宫不针对安全政策和决定评论 好吧 今天这个噪音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就凑合的听吧 今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前后夹击 前后上就差下了 可能有很多朋友非常的疑惑 为什么我不在屋里录 这个我是有出于我的考虑 第一个就是在外面 环境相对来说能看到太阳 能有绿色 环境相对好一点 屋里呢毕竟是在室内 视野呢看起来没有室外更舒服 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屋里啊 噪声也很大 因为美国的房子呢都是木头房子 它的震动怎么都隔离不了 所以说我要在我的那个工作室录的话 楼上孩子们稍微有一点走动 他们的说话的声音都会很大 所以说我每次在屋里面录像的时候 都要限制孩子们的活动 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是挺头疼的事 我一录像他们就坐在那不能走动 所以说呢在天气还允许的情况下 我是尽量在外面录这个视频 因为我除了录这个视频之外呢 我还有一个专业的音乐评论频道 每天也要录视频 所以说我那个视频呢基本上都是在晚上录 等孩子们睡着了 就晚上比较安静的时候 然后呢我在录这个音乐的那个频道的视频 所以说也是考虑到这个深长的环境 屋里的这个限制呢可能更大 但是呢没想到现在外面的环境现在那么糟糕啊 夏天到了可能是减草的越来越多 然后呢旁边的车辆啊 上面的飞机也是越来越多 这个也促使我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不行的话我们以后就换回到屋里 宁可这个震动的声音啊 或者是屋里面发出的声音 可能深长环境也会比外面好一点 但是唯独的一个不理想的地方 就是我们看不到太阳跟后面的这个绿叶了 我还是挺留恋这个太阳跟绿叶的 好吧我就再考虑考虑 如果说明天还是这样的环境的话 有可能我们就转移到屋里面去了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通报就到这里 明天再见